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外科主任 然后当时您的恩师是谁 我是医学系95期 柯宏盐 是现在的心脏外科主任 那我当时入科的时候的主任是 蔡建松蔡教授 是现在的副局长 是 那您进入心脏外科 因为我知道心脏外科它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手术 就据我所知 那有没有什么是在您进入三种院内 院内这个部分您最难忘的手术 可以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们在我的住院医师过程当中 专科医师训练过程当中 主要都是接受传统的 就是要开伤口的手术训练 那到我训练后期到总医师的时候 开始 我叫做血管内介入手术 开始成熟 而且台湾引进各种各式各样胃材 包括主动脉的支架 周边血管的支架 气球等等各种新的 叫做血管内手术开始风行 这时候就是心脏外科 我觉得心脏血管外科 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的一个时期 就是我们同时传统的手术 继续也是要持续精进 但是呢也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也要去做微创的 或者是说所谓的血管内的手术 就以最近期这几年发展的 这五年最近五年发展的 最蓬勃发展的 叫做金导管的主动脉自换手术 主动脉半自换手术 Tavi 这个就是 其实一开始很颠覆我们 心脏外科医生的想象 因为我开刀就是要处理那个 钙化硬化坏掉的半膜 有时候都很难去把心脏半膜缝上去 那真的这样子用金导管的方式 放一个新的支架半膜在那边 就有办法达到像我们外科手术 一样好的成效吗 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很存疑 其实金导管这个手术 让您这样的震惊 应该是说让自己更重新去定位 说一个心脏外科医师的定位 对以及说他能够替病人的服务的一个观念 到底要可以进步到 或是说自己的极限可以到达哪里 那您提到说 所以刚刚我听到有一个 New Generation跟就是 以前的一个方式 那这两个方式在对您来说 因为您两边都有碰到嘛 那其实在这两边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可能有一些 一些隔阂 或是您要去特别去适应的部分 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如果是你本来在训练过程当中就已经有接受到这样训练 这就很自然而然 就好像你骑脚踏车一样 骑上去 有人教你骑骑会的 就很顺着骑了 那对于这种就是新 血管内治疗 这Androbasic治疗方式 比较不熟悉的状况之下 我的传统的外科医师他可能就会 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相关的一个训练 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以前不是内科在做的事吗 为什么外科医生要做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叫做一个Hard Team的概念 就是心脏团队 那有内有外 那我们就是要帮病人量身定召一个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 所以像现在各个中心慢慢都成立所谓的心脏中心心脏医学中心 已经开始在打破内外科的这个分解 我觉得这就是朝向有Hard Team合作的一个概念 而我们的练习呢 其实现在应该也是要朝向这样的方面去 去教我们的新的住院医师 然后新的受训医师 要能够有这样子跟上时代的一个想法 了解了解 您刚刚新上任科士主任嘛 那您对于三种的心脏外科这个部分 您有什么特别的期许 那我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新世代的医师就是要 不仅仅是要倒开的好 也要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叫做 血管内治疗微创手术的一个观念 来让我们手上更多的武器 可以来帮助这个病人 接下来呢 还有我们就是 现在人口老化 台湾人口老化 跟全世界趋势一样 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所谓心脏衰竭的病人出现 所以这个也是在人口老化之后 心脏衰竭的手术跟治疗 变成是 会是我们下一阶段 我们必须也不得不面对的 的一个挑战 那再来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各种的血管内的手术 肯定做的安排跟治疗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国防的特色 虽然心脏外科医生很忙 但是我们还是领受上很多未解的难题 我们需要有人做研究 去找出一些问题的答案 所以希望说 佩博能够出国去做基础医学的研究 那也希望说能够带动一些研究的风气 MING PAO CANADA